今天过来装这家估计要一天了 一套灯八个时间灯 一个淋浴房 两个浴室柜 两个马桶 两个发散 这个安装费差不多900块钱 我估计要到下午三四点钟去了 应该是要到这个时间到 卫浴呢就有四个品牌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是灯 现在全部都凑在一起了 还有一些是没有包安装的 是要让我另外给它装的 有键牌的 有浪金的 还有大白的 花扇是德西顿的 然后这几个牌准都是比较有名的 这个花扇比较独特一点 现在我就先装这个花扇 这个花扇确实有一点独特啊 它这个头跟这个要组装的 它是要把它拼起来 看一下它还有什么配件没有 配件的话就这些东西啊 看一下这个花扇这个接头 有一节长有一节短 你不会以为它说随便都能干 其实它是有分正反面的 你看下面它这里面有一个单线法 你这一面就必须要朝出水的地方 你不要这样装 这样装的话 等下它那个水就出不来了 所以它这个是有防线的 它里面呢是装了一个小小的单线法 这个水可以进得去 但是它出不来 这两个接头呢是没有方向条的 所以只需要拧进去就行 看到这个花扇没有 这两个要先给它凉接起来 先把它冲 先把它冲 这里不是有螺丝孔的吗 然后这个螺丝孔先把它收起 这里要拐 你要做个凉紧 它这个呢 只有一个挂片 给它做一个固定 就在中间这里 所以说这款装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我先装花扇 老实在呢 就在这里组装这个灯 这是一种新中式 而且带一点水晶的 你看一下 它这下面这里就是 这两个接头 这里它也有一个热水管 一个热水管 把这两个接上去 往上面一靠就行了 冷热水管 我们接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看着背后那个挂片 把它挂上去 往下面拉一点下来 它就卡住了 好 现在来装这个马桶 先量一下它的坑具 这个坑具是28的 然后它的马桶空气是30的 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 如果有多余的胶的话 我们把这里给它补一点上来 这样好看一点 本来这里要打美缝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 美缝比较防水 但是遇到我玻璃胶多的时候 我就会打一下 如果我玻璃胶少的话 我就不会打了 看来这个马桶 它都会比实际时针 会少个两公分左右 现在28的刚刚好给装得下 嗯 我现在装好一个花洒 跟一个马桶 老猜这里一个大灯给组装好了 这些灯装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外围还有两圈水晶 你看这个客厅灯就已经装好了 现在要挂这个餐厅灯的水晶 房间灯呢 都是这种系列的 它有一块玻璃 所以这个灯比较重一点 我都是给它打了几枚螺丝 像这个房间灯 这个我给它打了四枚螺丝 它刚好是一条长条的片子来做固定的 这个房间灯装的是一个一米的 够大吧 这个房间灯 关键是它的房间也是比较大 现在洗完手要出去吃个饭了 现在出去吃一个正午饭 上午呢 就一套灯全部装完了 然后两个马桶也装了 两个花洒也装了 下午呢 还剩两个柜子一个淋浴房 这里呢是工位的门口 装一个一米的浴室柜 然后它的浴室柜旁边还要装一个屏风 刚刚好这个屏风也是刚刚到货的 所以这个老板也是叫我顺便给它装了 这个屏风呢是两面打胶 然后这个脚这里就有一个脚码做一个固定 其他的全部靠铺利胶的 今天这家的东西呢很多 所以老菜他也奠记着他家的纸皮 不过跟业主说好了 业主说纸皮可以带走 要帮忙把它的垃圾给它扫一下 所以把所有的地板都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 等一下还要把那些泡沫给它带走 等一下这里老菜估计就可以卖个七八十块钱了 这个前面都是地板装来的 我打装之前会先用玻璃撞头 先把它开一个小孔 把表面给它打破了 然后我后面就用轻轻撞直接通了 这个卫生间给装好了 这个卫生间呢是没有装隔断的 现在所有东西全物装好了 还差一个领域房没有装 这个领域房一装就可以了 它这个屏风呢就靠那个脚码 给它做一个固定 上面打到木板 然后靠墙的跟靠地板的全部打玻璃撞 现在还剩一个领域房了 这个门有点不平 给它调一下 今晚给老菜加个鸡腿啊 那个有点漏水 它现在再处理一下 好了终于收工了 四点半下午四点半全部搞好了 后面还加了一个屏风 总共自家装了几个百三十五块钱 这种领域房子 这种领域房子 我们来看看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是什么领域房子